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戒律很重要 戒律是很重要的 当时的时候吧 金空老法师 他有师父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呢 是四大活佛之一 比如说 你看我们知道 达赖,班禅 还有蒙古的 哲布尊丹巴 还有一个呢 就是张家这四大活佛 论教区来说呢 张家活佛的教区是最大的 当时呢 师父有三年的时间 跟随张家大师 有很多次 每当张家大师送金空师父 出去的时候 出门的时候 就会说一句 戒律很重要 当时的师父呢 并没有完全的去体会 直到张家大师 直到张家大师圆祭了 然后进空法师去反思 我跟这个老人学到了什么 他教会我最重要的东西 都有什么 他猛然想起了这句话 就是戒律很重要 在我的身上 戒律就很重要 因为 因为我还小嘛 所以 当然也没那么小 可是呢 有些道理我是不懂的 但是呢 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就算道理我不懂 可是我不能去 就是 去做 所以 就是守戒律 其实守着守着的时候 有一天会明白的 所以是啥吧 比如说我守的一个 当然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 戒律是什么呢 就是 不吃肉 但我来说 这个不相当于戒律 其实 有点像是 本能很自然的反应 就不吃肉 我也许讲不出太多的道理来 为什么不吃肉 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 我就很自然的能够做到 有的时候我能够感同身受到 每个生命 他都很珍惜 生命 他们活着都不容易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 再比如说 对我来说比较难守的戒律 就是上网 上网实在是不太能守得住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尤其是上youtube youtube呀 上网视频充斥着各种各样各种各类的视频 有一些视频你就不能去看 因为题材也不是很好 看了之后呢 万一你要留下心理阴影了呢 因为我还年龄不是很大 有的时候是容易造成心理阴影的 那么有 所以我那一些题材不是很好的 我都不去看的 其实就是靠着守戒律能够做到一些事情 道理的时候慢慢就会懂了 像金空师傅 他现在呢 就很看破呀 什么电视啊 报章啊 杂志啊 他都不会去看 这些他都看破都放下了 有一天道理我们会慢慢懂的 加油